明天將有一場針對機車路權的上街抗爭行動 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機車族上街了 但這次又是為了什麼事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聊聊道路平權的事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就在6月1日的時候 新北市板橋區發生一騎死亡車禍 一輛浴瓣水泥車迴歸左轉,撞上了兩部重機 造成了這兩名重機騎士情侶黨雙雙死亡 根據報導,這場意外的發生 促使了幾個路權團體 號召又在7月1日上街表達抗議 而在上個禮拜二的清晨 又有一名機車騎士,騎在俗稱的舊蘇花公路上面 在一處彎道,被一輛逆向超車的砂石車引面撞上 經過幾天的搶救,還是宣告不治 而這件事情更是引爆了非常多機車騎士們的怒火 許多騎士認為,這樣悲劇之所以會發生 跟交通部公路總局的政策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公路總局規定 比較新、比較安全的蘇花改 只有自小客車才能行事 而機車只能騎上比較舊的蘇花公路 不僅有落實的風險,也必須要與砂石車整道 這種行駛資格的不公平 也是許多機車騎士們長期以來 對於公路總局非常不滿的地方 他們認為,公路總局對於道路的想像 都是以汽車的角度出發 而忽略了,台灣有著1400萬輛機車 是最多人使用的交通工具 但它在道路上的權益,卻處處地受限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幾年來 有許多人都持續地在推動道路平權的訴求 那就先讓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是道路平權吧! 在介紹平權的概念之前 我們可能要先講一下對於機車騎士來說 他們認為哪些狀況是不平等的 第一個是車種分流的規定 相信大家在路上一定都有看過 一條路最內側的部分,可能會寫著進行機車 而最外側的部分,可能會寫著機慢車轉用 這就是透過交通工具的種類來劃分路權 但是這樣強制分流的方式也造成了不少問題 例如在內側的汽車如果要右轉 就很容易會跟最外側但是要執行的機車衝突 而最外側的機車也因為不能行駛在內側的車道 在外側車道移動的時候 就必須要閃避路邊常見的各種障礙 像是違規的臨庭跟並排的車子 或是靠站的公車或計程車等等 另外,要左轉的時候也必須要採用兩段式左轉 這也被認為是一種不平等的狀況 以前我們頻道曾經討論過兩次這個議題 它一開始是為了解決車種分流以後 機車無法直接左轉的問題 當時它普遍被人認為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制度 因此後來就算是在沒有特別分流的道路上面 也常常會規定說機車要兩段式左轉 但是這幾年來卻有不少的研究認為 兩段式左轉未必會比較安全 因為它可能會讓某些不太熟悉路況的機車騎士 騎到一半突然發現要兩段式之後 於是急急忙忙的往右切,結果跟後方執行的車輛相撞 又或是因為帶轉區太小,反而會引發更多的危險 甚至是跟行人或腳踏車正道 還有另外一種不公平的狀況 就像是這次發生車禍的蘇花公路 過去,公路總局之所以禁止機車騎士走蘇花改的理由 就是因為他們認為蘇花改的長隧道 有空氣品質、噪音和溫度的問題 怕這些問題會對整個人都暴露在外的機車騎士 產生身上的負面影響,所以禁止機車行駛蘇花改 但公路總局所給出的替代方案 卻是道路比較崎嶇 而且還有著落實風險的蘇花公路 所以很多的機車騎士就會覺得說 公路總局根本就不像他們自己說的那樣 那麼在乎機車騎士的權益 有人就認為說,這些剛剛說到的各種不平等的現狀 他們所顯示出來的共通點,就是台灣的道路 基本上看起來主要都是設計給四輪汽車行駛的而已 但實際上,馬路上面除了汽車之外 一定還會有機車、腳踏車、行員 所以理論上,政府對於整個道路的規劃 都應該要想到不同的交通工具 更細膩地去考量使用的行徑 給予平等的尊重才是 不過具體來說,這個要怎麼實現呢? 我們整理的三個主要的道路平權訴求 首先,針對車種分流的這種制度 有人就提出說,應該要改成車速分流 或者是車廂分流 這個意思是,不靠是汽車還是機車來分道 而是改用速度來區分誰走哪一道 就像是高速公路一樣 要超車的,就從最內線超車 而要下交流道的車子,就自己方範速度,靠有形式 那這樣的概念,換到平面道路的話 就會變成說,想要左轉的就走內側 想要右轉的就走外側 而這樣做的好處是 在轉彎的動線上面會比較單純 如果原本就是要執行的機車 它可以不用再被限制在最外側的車道 跟那些要右轉的各種車輛起衝突 而如果是要左轉機車 也可以跟左轉的汽車一起依照耗子左轉 這樣一來,也可以解決兩段式左轉的問題 那當然,這並不代表說兩段式左轉就一定要全民退場 調整成非常勢的兩段式左轉,或許也是可行的 也就是說,原本順順的騎在內線的機車 它可以直接左轉 而至於騎比較慢的,或是沒有辦法切近內線的機車 它也還是可以透過兩段式的方式來左轉 這幾年,有不少縣市都開始嘗試 在部分的路口取消強制的兩段式左轉 而根據統計,造勢率反而是大幅的下降了 而另外還有一個道路平權的訴求 倒不是在講說誰可以騎在哪裡 而是希望能夠改革駕照的制度 這些訴求的人認為,台灣的駕照實在是太好考了 而且也跟現實的路況完全脫節 這也造成許多在路上的汽車或是機車駕駛 可能並不具備安全的駕駛觀念和交通觀念 而很多事故發生的原因 根本就是來自於各種危險的駕駛行為 所以為了要改變這樣的狀況 應該要大幅改革整個考照的程序 讓難度提高,讓情境更貼近真實的道路狀況 而考過以後也要定期的舉辦回訓 甚至是一定的時間後就必須要重新測驗 然後違規的駕駛也要取締、祭典 這樣才能確保在路上行駛的 都是有受過合理訓練的駕駛 而如果是各種職業駕駛的話 也要採取更嚴格的監督還有訓練 那講到這裡,如果是已經聽過這些訴求的觀眾 可能會覺得這些都是理所當然的啊 改!都改! 但為什麼講了這麼久,都還是沒有什麼改變呢? 我們來看一看公路總局的說法 首先,公路總局堅持內線進行機車的主要理由是 機車的防護能力還有穩定性都比較弱 而內線的車子平均車速都比較快 如果開放機車騎在內線,那如果發生擦撞 就很有可能再被後方的來車給快速追撞 容易造成比較嚴重的傷亡 所以他們認為,機車還是不適合騎在內線 應該要繼續的靜置 而目前,大多數的機車都會在汽車之間的縫隙轉來轉去 如果開放機車可以從內線直接左轉 那麼許多車流量大的幹道 可能會變成一堆汽機車都會同時堵在左轉區 卡住原本要執行的空間 而且,汽車駕駛的視線有時候會有死角 如果這個時候有機車突然竄出來 也可能會造成更多的危險事故 而關於取消兩段式左轉事故率下降的說法 我們也有看到交通部引用台北市市辦的數據 說42個路段取消進行機車 結果有25個路段改善,17個路段惡化 看不出顯著的效果 所以認為,應該還是要讓各地的政府 根據當地的狀況去檢討 而不是貿然的全面廢除現有的規定 而另外,公路總局還有一個常見的說法是 民意反對 比如說是否開放重機上國道 或者是開放機車行駛南輝改和速滑改 甚至是前面講的取消進行機車 這樣做都等於是把原本只有汽車才能行駛的道路 多開放給機車行駛 那原先開車的人 很有可能就會因為擔心塞車、肇事率增加等等的問題 而反對這樣的改變 這樣整理下來 公路總局的立場比較偏向認為說 目前這種對機車限制比較多的規定 是比較穩定也比較安全的 甚至會覺得以不變應萬變才是最好的策略 如果要改的話,都好像覺得應該要廣正名義 然後選擇特定的路段、試辦 真的沒有什麼阻力的話 才願意做出一點點的調整 但這樣的謹慎 在一些機車騎士的眼裡看起來 就變成了蠻憨、或者是消極不作為 這也使得每一次有機車的重大車禍發生時 假如是跟兩段是左轉或是進行機車的規定相關 就會瞬間引起許多許多騎士們的怒火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樣的悲劇其實都是早就可以避免的 我們製作這一集的過程中 發現這個議題真的是有非常壁壘分明的立場 所有相關的討論串 幾乎每一則下面都有人在開展 像是汽車族會指控機車族愛亂鑽車、到處亂串 而機車族則是指控汽車動不動就B車 或是各種並排違規停車 那我們相信這些指控的內容 都是真實發生在每一個用路人身上的經驗 大家一定都遇過各種不長眼、不看路、不打燈 甚至更危險的駕駛行為 但我覺得大家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或許可以稍微把制度的影響 跟個人的駕駛行為這兩件事情區分開來看 比方說要討論到底要不要廢除 兩段是左轉的這個制度的時候 就應該要好好去調查、去測試、去研究 到底這個制度該不該強制大家遵守 該在哪些路段施行 又或者是該對哪樣子的類型的慢車實行 針對制度去談、去調整 我相信一定有辦法找出更好的做法 但有時候事故的發生 其實跟制度比較沒有關係 單純就是個人的不安全駕駛所造成的 那這就有可能是另外一個議題了 而且可能是更為重要的議題 因為不管是哪一種制度 如果駕駛人根本就是亂騎、亂開通 那還是很容易會發生事故的 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那政府的政策失利點 或許就是該透過各種軟的或硬的方式 去讓路上的駕駛都能夠守規矩的安全駕駛才是 只要有安全意識的駕駛數量變多 事故率自然就會跟著下降 而不需要透過各種限制去保護駕駛 那坦白說 對於這種互相站來站去的狀況 我們團隊在討論這一類的東西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心有其欺恩 因為大家在騎機車的時候 真的是會覺得路上面的汽車很討厭 然後轉彎不打方向燈 或者是還停到機車的停等區等等 但是在開車子的時候 又會覺得很多機車為什麼整天都要鑽來站去 甚至是看都不看路 然後就直接從巷子裡面突然鑽出來 完全是在賭誰先煞車 然後可能你先煞的話他就贏了 但也因為同時有的這兩種經驗 之後在開車的時候 其實就會開始提醒自己要乖乖的打方向燈 也不用跟機車搶起步的那些秒 而騎機車的時候 也不會硬是要在這個車陣當中鑽出一條路來 或者是要去賭汽車都會看得到自己 那我相信 如果大家都能夠多一點點這樣子的互相理解 然後再搭配主管機關 真的能夠改善不合理的過時的政策 並且能夠好好的執法挑出有問題的駕駛 那麼我相信 當手法駕駛的比例越來越多 大家在路上行駛應該也會變得越安全跟愉快吧! 好的,那今天我們想要問問大家的是 你覺得最無法接受的駕駛行為是什麼呢? 或是你有遇過怎麼樣子的雷 想要跟大家分享了嗎?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道路平權的訴求是什麼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機車一定要兩段式左轉嗎? 以及酒駕房式的相關討論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